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个地方 画个各类产品的原型图 所以各类 各类所以类别 销售额 对不起 我怎么会讲销售额 好 就看销售额好了 还是等一下 对不起 我想看利润 其实都可以 而且其实都应该要看 所以就勾了利润 利润 好 各类的获利 这个利润是加总 这个绝对是加总 加总 那我们来去做这张图改为原型图 原型图 然后大致上可以看到 看到的事情就是说 2020年基本上也是三分天下 只是2020年在比例 在比例上面来说 获利来源 技术为主 2019年呢 也是技术为主 2018年 这个技术超过一半 有看到吗 好 那 那更重要的事情 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你看哦 你看 假设现在在2018年 你看事业是不是很低 那我总要知道啊 这个 第一是因为哪一个组类产品 所造成的 那你就直接点他就好了 是哪一个 哪一个获利造成的 好 这边 构成 4.9% 以 加剧 加剧 为主 而且 请你仔细看一下哦 请仔细看一下 左边这张图 你看 请问 你看到了什么 有没有看到 就是 2018年7月 2018年7月是这个样子 他的获利只有4.9 然后 2017年更惨 4.5 可以听得懂哦 就是说 这 这一个 这个图 代表什么意思 想稍微放大一点点 可是你们应该可以看到吧 我还是稍微放大一点点 对这个拖曳也要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这个边框的上面 就是 这个是大小的控制 这个 有 有看到 有看到这个 四个角落 甚至包含 另外 另外的 这个边 这都是大小控制 大小的控制 可是当你要拖曳 拖曳是 这个边框之外 边框的其他的线条 就是没有呈现出来的 好 这是可以让我们来去拖曳 然后相对的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稍微缩小一点 这个就可以稍微缩小 因为长度已经控制了 不过我要请你稍微看一下 就是说 我稍微把它拉宽一点 你有没有发现 这种图要怎么看呢 在2018年 就是 就是 像我现在 我点到这个技术类 好 我现在 没有点任何的东西 当我点了技术类 这是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 下面那个灰色 灰色是代表平均表现 那也就是说 2017年 这个技术类 它其实是很高的 16.9%的获利 然后 这几年来 应该技术类 是主要获利的来源 因为 我们整体 整体有看到吗 大概是12%左右 可是 你有没有发现 技术类 它 它是 就是 高于12% 但第二件 很不好的讯息 就是 它在逐年减少 逐年减少 好 那 你可以看到 在2020年 因为它逐年 我们看2018年 好了 在哪几个月 有逐年 逐月减少 你有没有发现 几乎每个月 就是2018年 每个月 每个月 它都是超过那个平均 12%的表现 没错 我们给它鼓鼓涨 但是 你有没有发现 有7月 7月是相对比较低的 然后再过来是9月 那比较高的是4月 获利是double到26.4 那我们来看2020年 2020年 你看哦 就是因为它在下降 所以看到 3月在下降 7月在下降 好 依此类推 好了 我只是要请你们知道 这张图所代表 浅灰色是代表 平均表现 然后 可是 当你今天 不是每一个 组类别 都是成长哦 你看一下 第二个家具 就不是了 这家具 所代表意思就是 它是低于 平均表现 那还有另外一个 是介于这两者之节 叫做 办公用品 你看 有的下降 但是 这个是持平 12.9%跟 13%是差不多 但是也有 微幅成长 好 这只是提供给 大家参考一下 所以 看这张图 其实 其实 你可以直接 就去 下一些判断 所以 这三个 公司的主要类别 哪一个最重要 技术 哪一个 最不重要 家具 因为他在亏 好 我现在先把 缩小 我改回来 我 因为其实画图 就变很容易 你就剩下就是说故事了 好 好